只有姥姥一张照片 我们俩特想 我也是打起来跟姥姥长大 也是担心 姥姥姥爷都是老革命 姥姥对我特别溺爱 她认为呢 我从小没有得到的爱 她要都给我 我不知道现在弟弟妹妹有没有 就是小时候上课挨留 我那会儿多挨留 就不让走 放了学 老师不让走 她是罚抄写 现在有的时候真是一闭眼想 都不敢想 总是那一幅画面出现在我眼前 就是 姥姥永远拿着一个小马杂 她就坐在学校门口那个边上 然后呢 出来的老师就问 说大娘 那儿没有树荫 你往这边来点 那个我姥姥就说 我不能坐那儿去 我坐那儿去 她扒着窗户头 我外上头一个看见就是我 她看 我天啊 我看她的老师就说 我那儿去 我老师就说 我妈要去 我老师就说 我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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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到小马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我说 姥姥您得健康长寿 我给她发红包 您健康长寿 她说 我得活着 因为你还没上春晚呢 我说 你还没上春晚呢 等你上完春晚 因为她 在她心目当中 最高 最神圣的舞台 就是那个 她说 你还没上春晚呢 我不能死 听完这句话 我特别难受 我说 您跟春晚有啥关系 她说 不 不 不 她说 你从小到大 就爱这么一行 一直干这么多年 现在又有成绩 她说 我一定 看着你上完春晚 我再走 我当时就想 那我就不上了 年年审查 我也不盼着过 反正我就 愿意老太太陪着吧 那天我还发一微博 我说 有您就是家 真的是 有您就是家 你看我们这个印象家 是要勾起大家 对家的那份思念 我觉得老人并不一定 希望多少钱的回报 但是时常能想起他们 能够心里有他们 我觉得他们也是 非常开心的 对